大家好 接下来我要来介绍Excel Excel呢 插入图片的方式 我点选插入标签哦 Excel Word PowerPoint 它们都有些共通的功能 共通的功能 比如说插入图表 插入图形 我点这里 那你的版本跟我不一样 没关系 在插入标签你会看到图片啊 图片是你电脑的图片 或是网路上的图片 那图案就是一些造型 那图是一些小图式 新版才有什么3D 好来 我先插入图片好了 插入图片 从电脑使装置 好来 那在我们文件里面的第二课 第二课里面呢 哦 这里有蝴蝶哦 拉进来 图片进到Excel来呢 其实它没有什么作用 纯粹就是装饰而已 它没有办法进到储存格 所以它也没有办法跟着我们的资料 这一页是要跟着轮动 那它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 拖曳调整位置 第二个 八个点点调大小 第三个 做旋转 其他功能都不太重要了 在Excel Excel不是在学那个 老师可以把背景去掉 可以 但是我在讲里面不太重要 这个 来 我们介绍其他的 还有这什么呢 什么图案 图案就是什么 一些它内建的造型 这些事情在Word Powerpoint比较重要 来 再来 听听就好了 这边有图示哦 图示是2021新功能 我觉得还不错 2019就有了 好像2019就有了 Excel 哦 这些有些 我们在做文件的时候需要一些什么 影像图示这些 这图片的 那这边图示的地方还分拼图跟游戏的 表情的 医学的 虫子 艺术 那这边还可以点 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 跟教育相关的 点这个好了 那插入进来以后呢 哦 就会进到图形格式 这边我可以给颜色了 哦 这知道一下就好 因为这些图都不能进到图形 来 那顺便再看一下 新版这边还有3D功能 3D模型哦 3D模型 它内建的 再等它一下下 有些搞不好是从网络上过来 需要等那么久应该是网络上 来看一下嘛 那我希望加一些可爱的符号 点这一组 emoji的 来来 你可以挑选你喜欢 这个啦 舌头吐出来一半 这个 吐出舌头没有一半 够大了 那看 这边可以旋转 这是3D的 那也可以移动 你看见吗 不过这些事情在Excel不太重要 听完就好了 那这边有些线程造型可以选 所以在插入标签的图例的地方 这边有一些 这边可以选 这些 听完就可以了 因为图片再讲一遍 它因为不能进到图形格 所以呢 我们知道在做排序 在做筛选的时候 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也没有办法计算 没有办法统计 所以纯粹就是做修士